这个妖怪不一般 下至三岁小孩 上至百岁老妖 无人敢惹 刀枪不入水火不清 手持两米大钢筋 还能死而复生 活涂涂一个女版悟空 她被人称作刚人期赖 是诞生于想象者愿望中的幻想之妖 只要幻想不灭 刚人期赖就拥有不死之身 而由于人类的幻想 刚人期赖已成长到近乎无敌的状态 就在事情陷入纠结时 智商担当勤子上线了 她决定让期赖诞生于幻想 同时也破灭于幻想 关闭讨论刚人期赖的论坛 并不能阻止人类对她的讨论 所以只能续写她的故事 让人们相信她并不存在 这样刚人期赖就会因生命力耗尽而消失 而亲子要做的 就是在网站上创造出更有说服力的故事 让人们相信 刚人期赖并非事实而是虚构 若只是枯燥的禅述 刚人期赖并不存在的话 可能不会有人看 如果说出不去妄想 刚人期赖就会消失的事实 反而可能将期赖的事顶上热搜 所以就需要虚构一个更具有魅力的新说法 为了让人们相信 刚人期赖并非亡灵 就需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是真仓版式 目前频发的伤害未遂事件是谁引发的 二是为什么要引发这样的事件 如果能合理的解释这两个问题 就能利用合理的虚构来抓捕刚人期赖 为此就需要杀鸡手上警察内部的情报了 因为有着打倒刚人期赖的共同目标 前女友和现女友元首了 据卷宗分析 期赖因为杀父嫌疑而被媒体骚扰 躲在了珍藏版式 可诡异的是 期赖于凌晨出现在了废弃的工厂 据警方推测 期赖很有可能是与某人秘密会面 可疑点也随之出现 期赖的手机中并没有保留下任何通讯记录 警方只能将方向重新断定为意外死亡 怀疑期赖在等人时 钢筋意外脱落 期赖躲避不及当场死亡 可这样一来 就出现了一个新一点 钢筋从正面砸下 哪怕是躲避不开 因应该本能地做出防御反应 可期赖却丝毫不为所动 所以警方怀疑 可能是因为媒体的骚扰 让期赖有了自暴自弃的想法 所以在面对滑落的钢筋时 万念俱灰的他 选择了毫无挣扎的死法 所以警方内部 更倾向于近乎自杀的意外死亡 而最具有谋杀怀疑的期赖的姐姐初识 却有着不在场证明 到了这里 案件成了悬案 既然人类解决不了 那就交由鬼来解决 秦子将两人带到了 期赖身亡的事发地 然后召唤起了亡灵 顿时 杀季的身后阴风阵阵 直接爬出来个 头戴安全帽的鬼魂 这简陋的造型 怕鬼的和不怕鬼的都沉没了 这个鬼魂死于一年前 一直游荡在这里的他 恰巧目睹了 期赖的死亡过程 据他回忆 当日下着暴雨 而期赖看起来十分沮丧 就在那时 钢筋意外脱落 而期赖并没有想躲避钢筋的医院 就这样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真相终于大白 确实和警察怀疑的一样 近乎自杀的意外死亡 接下来 就需要秦子虚构出 具有说服力的故事了 可杀季却对用虚构故事的方法 来消灭钢人期赖表示怀疑 就算文案写得再好 能不能上热搜全体开运气 但如果不去尝试 就永远不知道结果 更何况 秦子还有九郎这枚金手指 只要他准备出准确率高的推理 九郎就能通过预知未来的能力 将谎言的支持率变成百分之百 九郎眼中的未来 并非是收属于一条线 而是会看到许多种可能的未来 无论是哪一种未来 都有可能发生 而九郎需要做的 就是引导出一条未来 让其他未来像是殆尽 而为了让无限种未来 收属为一条线 作为代价 他的生命会被夺走 所以只有在冰死之际 才能准确地预测出未来 也就是说 九郎发动预知能力的条件便是死亡 可九郎同时具有死而复生的能力 所以他便可以任性地使用 预知未来的开挂神迹 而琴子现在需要做的 就是在刚人切来杀人前 虚构出合理的故事 让九郎可以触及到必胜的未来 但万万没想到 就在今晚 刚人切来在码头 对人下手了